萧山医院浦外科的江峰是给琪琪做手术的主导医生 他说 琪琪来的时候脸色苍白 上腹部疼痛 腹部CT显示 琪琪消化到穿孔 胃明显扩张 内容物很多 提示胃里面大量的内容物 但是呢 它还有这个腹部腔里面大量的游泥气体 所以说我们考虑是消化到穿孔 消化到穿孔 所以说我们决定给它做手术 浦外科医生经过讨论 准备对琪琪进行微创治疗 将这些内容物取出 主导医生决定将胃剖开 发现 琪琪胃部的头发有四斤之多 胃的体积有五分之四全面头发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吃饭是吃不下去的 可能水也喝不下去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而且他这个吃头发应该是时间很长了 吃这么多头发 而且凝结这么快 应该是时间很长了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治疗 琪琪出院了 江峰告诉记者 琪琪得的是一石剔 事后从琪琪家属处了解到 琪琪的父母在他五岁时感情破裂离婚 琪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性格逐渐变得孤僻 住院期间医生发现 琪琪体内缺乏微量元素 是他患上了一石剔的主要原因 要注意一下孩子有没有异常的行为 异常的饮食 比如说他们吃一些头发 或者吃泥土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如果要发现这种情况 并不一定说他们精神上有问题 可能它缺发一种营养 缺发一种微量元素 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